好 主播持续在台北地方法院 为你掌握现在柯文哲他目前的第一手消息 跟着了解呢 他预计在下午两点的时候 将会跟检察官进行第二次积压停 那么在这次积压停之前呢 你看到柯文哲他在9点15分的时候 走进台北地方法院 他对于这次开庭结果似乎很有性情 因为他走进来的时候呢 是带着一抹神秘的微笑 尤其这次大家注意到的柯文哲 他这次还特地请来一名律师是肖毅宏 这个肖毅宏呢 是他的王牌律师团等于的人数呢 在嘉义 肖毅宏他曾经任的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 五年的时间 另外肖毅宏又担任过 嘉义地方法院的法官 同样是五年的时间 以肖毅宏他的背景资历来看呢 曾经担任过司法官十年 所以他在法庭上呢 对于检察官会问了什么话 还有法官会依据什么样的东西来判决呢 肖毅宏其实是非常熟悉的 另外呢 肖毅宏他也是这个粉砖一起读判决的版主 这个一起读判决啊 其实大家如果不懂法律的人的话呢 都有看过 因为这个判决的粉砖的人数呢 已经有超过1.3万人了 所以可以看到 柯文哲他这次在找这一名律师肖毅宏呢 就是希望为他的家庭做好了准备 不过同时呢 检方他们提起抗告也有出招了 尤其检方他第一招呢 就是先来限制月券 也就是说呢 在整个律师看这次检方补强的试证来看呢 同样的律师他是可以看券证的 但是他不能把券证整份都引印带走 他们同样用手抄的方式 近下一次这次高院他提示的部分呢 包含了柯文哲他究竟对于整个金华城的弊案是窒息 还是说他说不知道就能唐突带过吗 另外还有就是这一次呢 彭震生跟邵秀佩德正池也是直指柯文哲 还有包含关键证人朱雅虎跟印小卫 他们两个手机的对话记录 这些相关事证呢 都是待会柯文哲的律师跟检察官 在整个鸡押亭上的攻防重点 那么那么多重点的律师 他必须在四个小时之内 手抄笔记 赶快把这些检察官提示的 卷证的部分呢都抄下来 因为呢这个部分就会影响 待会家庭的开庭结果 那么这一次呢 检察官他补强市政之外呢 他最主要的还有去约谈了 柯文哲进办的财务长李文宗 因此呢可以看出来 这次检察官他想办的不只是金华城弊案 包含了贾账案 木可案 台志关案 北市关案等等的一些经流的部分 检察官似乎也想要在这一次 鸡押亭的时候一起来办 那么柯文哲他有可能在这一次 鸡押亭全身而退 同样无保请回吗 东森新闻将会持续在 台湾宇宙法院为您守候 第一手消息 主播 就在稍后上午的九点半 要重开鸡押亭了 北院会裁定收押或交保 或者是跟上次一样 无保请回呢都引起了 大家的高度关注 而现在有律师刘伟庭他就分析 柯文哲收押的几率 一定比之前的几率高很多 如果呢在押的省庆金 应小微 其中有人转成污点证人的话 那么柯文哲的收押几率 大概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好 如果各位观众学 大家关心民众的主席柯文哲 在台北市场期间 任内的这个金华城 容积奖励案 现在可以说是越演越烈 我们带你来看一下呢 一项是有利证据 就是在2020年四月的时候呢 柯文哲曾经给这个 副市长彭正仙一个变迁 表示说呢原则上 公务员是不坐牢 那种种迹象都显示出 柯文哲本人 难道对这金华城的容积奖励案 是完全不知情吗 那对此今天早上 柯文哲从家门口出来前的时候 也有最新出发 我们一起来听 不要啦 不要啦 这个 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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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员质疑说 您都闭着眼睛签工了 你有积极介入吗 来来来来 我心里都有下变迁了 难道对所有事情都不知情吗 你今天还是要主张公务 公务员不要坐牢 现在还是人的 有想过我 胡振生会把所有事情讲出来 他说是市长脚板的 来来来 你明明说明明清荣的认为 你一定知道金华城容积争议 你有交办吗 不是现在下去找律师 下谈开演吗 OK你好 其实柯文哲面对种种的争议问题 其实他都是没有多做回应的 而且他也被外界的媒体 这么大的阵仗给吓到 说怎么这么大阵仗 那对此的其他的问题 他都是没有多做回应的 那预计今天呢 九点半的时候 他也会亲自来到了北柬开庭 那以下是我们找到 向最新清醒 去把玄金头交换给 换来主播 好 所以刘语师 大家非常惊讶 高院发回裁定就算了 竟然还叮了北院说 你们很不认真 当然我们要问的是 高院他发回裁定 你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来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高院发回的裁定 这个高院发回的裁定 当然没有讲得这么直白 说北院你不认真 但是我们看到 特别有讲到说 检察官 这个 原审 就是地方法院 没有就检察官 所提出的全部的事证 来做综合评价 就是原审 一审的法官 你没有就北检 所提出来的全部的资料 好好的去看 就直接 他看得不太认真 没有看完 不太仔细 就没有认真地去做评估 就认为检察官没有市民 没有说清楚 被告柯文哲 到底犯嫌 有没有重大这件事 好了 那高院法官还告诉我们什么 他告诉我们 北检其实在他的资料里面 哪些讲到柯文哲 而使得认为柯文哲犯嫌重大 第一个 朱雅虎 这边有提到说 彭震生 彭震生的证词 他的公诉 朱雅虎的公诉 还有证人 邵圈圈 可能就是邵秀佩 邵秀佩的公诉 这三个人讲的话 都讲到了柯文哲 所以这也就是说 有两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那么高院看到了 第一个就是朱雅虎 第二个邵秀佩 甚至彭震生 他也说了什么 对 这三个人的内容里面 他们的讲的话 就是被检察官抓到以后 讲的话 都讲到了柯文哲 再来还一个非常重要的 上面有提到的就是 上面有提到 朱雅虎跟印小微 就印圈圈相关的对话记录 朱雅虎跟印小微 其实在这个案件 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裁定之前 我们知道朱雅虎曾经被检方约谈 在礼拜天的时候 而且那时候我还很纳闷就是 礼拜天发生什么事 法官那时候要开机压庭 请律师来操录相关的卷证 不能够拍照 不能够隐蔽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让律师耗在那里 那那个时间其实在帮检察官争取时间 他就是在约谈朱雅虎 检察官跑去约谈朱雅虎 但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 之前都没有看到朱雅虎到底是什么身份 今天从这里看到 原来朱雅虎跟印小微的通联 首先第一个 朱雅虎跟印小微居然是有联系的 他们是有被监听吗 是的 有被监听的 是有联系的 再来 他们被监听以外 他们都讲到了柯文哲 这变成是一个案件很重要的破口 是什么 我们大家大概知道 省庆金花了四千多万给了印小微 那印小微这些钱去哪里呢 目前我们是问号 但是从高院法官上面写的 原来印小微跟朱雅虎有联络 而且提到柯文哲 高院法官就认为说 好 当省庆金的汇款 可能到了印小微这边 印小微这边很可能去的是朱雅虎 朱雅虎他的这个金流的流向 难道是流到了柯文哲那边吗 我们不了解 可是至少从礼拜天 检察官去问了朱雅虎 问的是相关什么内容呢 柯文哲用个人的钱 去买了一个四千三百万的商办 那时候是朱雅虎来担任 那家公司的董事长 他是跟谁买的 柯文哲就是跟朱雅虎买的不是吗 是的 然后朱雅虎又是省庆金 一个 你看他这边特别提到 朱雅虎 朱雄雄 受雇于省庆金的目的 跟柯有关 再来 省庆金行贿 印小微 犯嫌重大 最后还有一句 被告就是柯文哲 积极介入金华城案 等客观其中 也就是高院法官认为 被告柯文哲 有积极地介入金华城案 从客观的施政 所以我们从法官的这个内容 我们几乎把整个犯罪轮廓 看起来完整了 就是我们之前都在讨论土利罪 他不知 没有明知 所以是不是有土利 问题都来了 可是直接由高院法官 已经导向的是 违背职务的收贿了 因为他把对价关系 也就是金流的事情 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 是把这个人事实地物 其实都已经弄清楚了 对 我们就看到 沈庆金 印小薇 再来朱雅虎 再来可能就到柯文哲了 好 所以从这个地方看起来 高院的法官是厘清了 柯文哲 他虽然说他不知道 但是其实他恐怕是 非常积极地在介入 尤其是像刚才刘律师 有提到的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他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他用4300万 他买了立法院旁边的商办 而原屋主姓陈 这个人又跟微禁集团有关系吗 因为台北市议员钟小平揭露了 这个屋主其实住在他的选区 所以钟小平质疑说 柯文哲购买的这个对象 会不会就是微禁集团的董事长 陈立坤 柯文哲购入这件商办 但根据钟小平的资料显示 原屋主姓陈很有可能大有来头 钟小平质疑 这背后很可能是假买卖 会不会就此把柯文哲金流 和金华城给串起来 卖给柯批房子那个现在的户籍地 有没有 我刚刚讲中华路二段75项 那个情资已经拿给检察官了 这个屋主的调来问一下 代叔调来问一下 就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所谓的重要情资 就是这张地震异动索引表 上面的成圈圈 会不会就是金华城 董事长陈玉坤 还有下方被涂掉的签名 或许检方传唤这名成姓房东 就能真相大白 我们巡线追查发现 这名成姓屋主名下 还有中华路二段的这间房产 没有这个人 没有看过 通常没看过 关键的成姓房东 谜底还没揭晓 倒是柯文哲曾说屋主急着脱手 是因为要移民去美国 但真的是这样吗 那他说别人出国 你现在哪有出国 所以柯批又说谎 你钱如果是用7300万 一票30块的这个总统补助款 他早就公布了 这是他的贞结牌坊 他怎么会不公布 那这只屋完全散 钱钱金流都不清楚 到底怎么买房子 我其实不知道 钟晓平在说的是谁 我只好像有听说 他昨天还冲去别人家里面 不知道要干嘛 要持续追追追的 还有柯文哲 赤资4300万元 购买商办的资金来源 到底柯文哲 是拿选举补助款 还是用不明资金 用现金买商办 民众党始终没拿出汇款证明 会和金华城案有关联吗 尤其柯文哲在无贷款下 价格还远超过夫妻 竞选期间的财产申报 存款总和 就等检方查证 才能拼凑整体案件的 来龙去脉 东森新闻 炼志豪 叶婷在台北什么呢 所以警方要拼凑 这些来龙去脉 当然这当事人的手机 会是一个重要关键 但是怎么这么刚好 柯文哲的手机 就在去年10月他参选总统 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呢 就这样子在访美期间 手机不见了 当时柯文哲本来还笑着说 手机不见很正常啊 他也没有私密照会外流 可是问题是 他的幕僚的处置方式 却蛮奇怪的 因为他们在第一时间 是把手机里面的云端资料 全部都删光 奇怪了 平常大家手机不见的话 应该是赶快保存好云端资料 你才能 download在你下一只新手机吧 所以这个举动 也让近期猛打金华成案的 市议员许淑华质疑 这在时间点上 现在看起来非常的不寻常 我每天都听到 他们在讲合作合作 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 合作要怎么合作 去年10月 蓝白和谈的最如火如荼之际 柯文哲恰好访美 但从旧金山准备飞往洛杉矶时 他的手机在安检处却消失不见 至今下落不明 这手机丢得很常见 不还好我那个手机 我就很有自信 里面也没有什么不雅照的 私密照 当时柯文哲很淡定 但科班幕僚可是紧张不已 最了解当时因为手机里 存有民众党导物资料 不分区立委面试名单 还有不少私人通讯记录 柯团队的主制方式 却是将这些云端备份资料 通通删除 是怕外泄吗 是真的不见吗 还是有其他让手机 物理性消失的必要 公联记录或者是有 所谓的这个简讯的内容 其实在手机里面应该都有 有很多神秘的资料 然后可能这些资料 是不是可以佐证 特伟的当时跟精华诊 跟神经经的关系 通常如果苹果手机遗失 就是利用内建的寻找app 启动遗失模式远程锁定 或是进行双重验证后 改掉账号密码 最后才是远端清空 但他们对外解释的 却是直接删掉云端空间的 所有资料 许淑华指出 去年六月 精华诊案已经开始 一一被翻出来 柯文哲手机却在十月 不见了 是否六月到十月间 发生什么事 与手机消失有关联 很奇怪的动作是 幕僚居然是去云端 去把所有的相关资料 全部单除 等于是在 现在在看起来 感觉到很像是在灭阵 毕竟各位还记得吗 去年十月 自导自演遭到恐吓的 林北好油版主林玉宏 也是跑去国外以后 说自己手机 跟笔电都不见了 想借此灭阵 柯文哲那一支 消失的手机 是真调还是假调 最想知道的 恐怕是检掉 东森新闻知识中心综合报导 北检抗告之后 历经了22小时 结果终于出炉 针对柯文哲 吴宝请回的结果 高等法院合议题 裁定发回重裁 柯文哲吴宝请回 北检提出抗告 4号下午5点39分 高院裁定发回更裁 裁定理由包括 高院法官认为 检方明明在8月31号 密信猪牙虎 还把都委会执迷 前副总工程师邵秀佩 找来当证人 厘清金华城案的 容积率等相关问题 还提到朱雅虎 担任沈庆金子公司的 董事长关系密切 认为柯文哲 明明积极介入金华城案 但地院法官 却才信柯文哲主张 相信专业和都委会 更表示应该要综合评估 检察官提出的事证 因此发回地院更裁 而这回高院也罕见 公布何一庭法官 包括审判长曲泰成 曾任导贬红山军 以及813占领 立法院行动审判长 受命法官钟亚兰 陈申理关系机场事件 卡神杨慧如 以及友人蔡福明 利用网络论坛 误入外交官 铸大阪办事处 裴喜法官则是魏俊明 被法界称为杀手级法官 以严格出名 绝不轻盘轻饶 而在一次开鸡押亭 柯文哲会遇到哪位法官 虽然还没有公布 但可以知道的是 压力会是其他法官康 另外时任北市副市长 彭正生遭鸡押禁件 律师不服提抗告 却因为抗告撞上 彭正生本人没有签名 高院何怡婷将等补证后裁定 多汉新闻 尤雅馨 红世亭 江信坑 何云婷 台北报道 金华城的关键变迁也曝光 周刊恩再报出来 柯文哲早就知情 还写变迁给彭正生 议员苗不雅 更炮轰柯文哲 是在图了一个无能之间 选择了无能 最新连线记者周佩宇 佩宇 好 主播观众 持续带您来关心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 最新状况 柯文哲呢 现在是卷入了 金华城的弊案 不过呢 他频频说 自己不知道 这个金华城 百分之八百四十的容积率 但是今天呢 最新的状况是 周刊又报道说 其实早在2020年的时候 在金华城的公文上 柯文哲就写了一份 变迁给彭正生 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是写说 原则上公务人员不坐牢 但是这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提到 这个坐牢的这两个字呢 是不是代表说 柯文哲早就知道 这件事情 可能会涉及违法 现在呢 议员苗博亚有最新说法 我们先带您来听 现在还装不知道 我觉得 他是在土力跟无能之间 选择无能嘛 因为无能在法律上是无罪 不过不只是我质询 我认为 在所有都委会的 会议记录跟公文里面 其实都已经讲过说 这案子有司法性的疑义 所以柯文哲要一推二五六说 他都不知道 那唯一的一个可能就是 他是闭着眼睛盖公文 您可以听到苗博亚的说法 就是说柯文哲是在 土力和无能之间呢 选择了无能 因为这相对来说 在法律上比较不需要负责任 不过呢 针对这个陈志涵 抢苗博亚说 根本就没有算出 这个840%的容积率 苗博亚也回抢陈志涵 如果试制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法院的新网稿 自己针对的呢 一直都是这个20%的容积奖励 以上现场最新把时间交换捧 我像整网都要睡 我觉得尽量就是帮忙 精华城案 沈庆金 应小微 彭震生 吴顺民 关键四人都被押 检方要找突破口 势必得从四人下手 但谁最可能先松口 微经集团创办员 沈庆金打造的 顶级豪宅陶珠影员 成本加上税金 推估至少要400亿元 但是至今却只卖出一户 加上还有精华钱都吃掉他的大笔资金 如今他被羁押 最担心的恐怕是被银行抽银根 沈庆金有事业命脉 他曾说一声战死沙场不退休 在押的每一秒 恐怕都在想危经美主怎么办 加上他并非公务员 检方不排除 打出不严压 减刑说服牌 转污点证人换自由 如果他有机会 可以转成污点证人的话 或许可以让他的行动可以减低 可以保住他外面的加大业大这些事业 他可能是主要的这个行贿的人 所以他即便减刑的话 也可能很难到一个完全免除其刑的可能 咬出金流往哪流 还有谁是突破口 别忘了吴顺明是应小微团队顾问 也是微经集团旗下子公司顾问 身兼多职 成了沈庆金应小微 北市府三方重要枢纽 在压四人中职位最低 但知道的细节可是最多 他是没有公务员的身份的 他应该也不是犯罪的首谋 但是他是很严 很多这个参与在其中 把其他人咬出来的话 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比较大的幅度的 做一个减刑 甚至免除其刑的这个可能性 四号下午 检方也二度到看守所提讯彭震生 侦办动作不停 还有中秋节就快到 检方除了减刑牌 手中还有温情牌 要马诚实放你回家团圆 否则看守所继续等月圆 东森纪委员指挥中心组合报道 一早走出家门的柯文哲 面对媒体追问面无表情 但各种争议排山倒海 柯文哲心里的焦虑 恐怕不像表现出的这么淡定 从住处前往机场 心情似乎也受到影响 什么时候就换说 站在北检你要不要看看 你会不要找吴怡轩 一看到记者出现 柯文哲先是仰头 后是皱眉 身情非常苦恼 何时要开记者会 柯文哲没说 面对各种争议 柯文哲没回 拉出吴怡轩来当挡箭牌 但同样卷入金华城岸的彭震生 就没有这么幸运 柯文哲彭震生 两人遭遇大不相同 吴宝请回的柯文哲来去自如 反观彭震生 已经在土城看守所蹲了两天 也难怪传出彭震生抱怨 为什么是自己被压 更向法院提出抗告 对比柯文哲都不知道的说法 彭震生听到 不知作何感想 除了金华城岸 柯文哲的假账风暴持续延烧 尤其时任进总财务长李文宗 从证人转为被告 涉嫌伪造文书 以200万交保 还被电子监控 但回顾当时记者会 李文宗脸不红气不喘 负责任的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和柯文哲如出一策的说法 能否让李文宗全然脱身 检调还在追查 如今柯文哲一改先前态度 低调再低调 恐怕他也知道 吴宝请回后的世界 只会是心风邪雨 并非风平浪静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好 那么在何亦婷召开的同时 那么有关于金华城 越来越多的关键人士 还有新的名字浮出了台面 国民党议员钟小平爆料 时任都委会执迷刘秀林 在当年因为拒绝放宽 金华城的容积率 而被当时的柯市府打入冷宫 也是给佩玉 好 主播观众 持续带您来关心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涉嫌图立金华城 现在国民党议员钟小平更爆料说 其实在都委会里面 有一位直觅叫做刘秀林 而刘秀林当时其实是反对 放宽金华城的容积率的 没想到就因此被柯市府给打入冷宫 现在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邮淑惠 也针对这一位刘秀林有最新说法 我们先带您来听 我记得我在市政府的时候 他是在副市长室帮忙 是一个非常优秀专业的公务员 但是小平议员讲的那一段 我不太清楚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被冷落的感觉 但是我只能说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都发局跟都委会 其实是战战兢兢在处理 这一个金华城的案子 好 您可以听到 刘秀林他是表示说 到底刘秀林这一位直觅 有没有被打入冷宫呢 这部分他不清楚 不过他可以确定的是 其实在都委会里面的相关人员 做事情都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 不过我们也可以关注到的是 到底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和财团之间的关系有多紧密 据他所说 他只和沈信金唱过一次歌 不过民进党的前立委高嘉瑜 就出面证实说 其实不止一次 我们先来听高嘉瑜的说法 有议员指称 有远房的亲戚等等 都有到过桃珠影园 那请问是什么样的关系 让柯文哲开始可以跟这些财团大老板们 培养出这样的情感 甚至说财团也是市民 财团这个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也会尽量的帮忙 沈信金是在整个金华城案的一个 相关不断要求台北市政府 放宽容积率的利害关系人 跟市政府有非常密切的往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跟他纠沉不清 甚至还培养出 接受慰绕这种上对下的关系 这个就是大家所质疑的 好 其实呢 先前柯文哲就曾经说过 是因为选后慰绕的关系呢 尤和沈信金唱过一次歌 不过呢 就被爆料说 其实在选前呢 也有一次 而高嘉瑜也质疑说 其实柯文哲和财团之间的距离呢 是非常接近的 就连他的前幕僚科医院也都出面说 其实柯文哲的私人手机呢 都是在和这些大财团的老板进行联系 以上呢 想有最新把时间交还棚呢 我的钱每一分每一笔 都是清清楚楚 干干净净明明白白来的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干干净净清清楚楚吗 现在周看又爆料 简连从柯文哲的政治现金 假账破口 顺藤摸瓜 清查了科家相关的金流 扣掉了薪水 演讲 稿费 版税之后 发现账户还是有700万元 收支不符 过去就曾爆出 陈佩琪多次带着大笔现钞到ATM存款 金额达到上百万元 民众党当初解释 这里头有一部分的300万元付清遗产 也有柯文哲的通告费 还有稿费等现金酬劳 于是他每隔一段时间 就分别存进儿女户头 作为孩子成家货投资基金 但这户头存进的是台湾户头 并非柯文哲儿子在日本的户头 这金流真的有清清白白吗 都已经爸爸过世大概四五年了 才在存这些钱 不是非常的奇怪吗 那个时候柯文哲有很多的通告吗 那时候柯文哲有很多的演讲吗 而且我们知道所谓的演讲费 应该都会入户头吗 不止遗产过了四五年 才以现金方式存进户头很奇怪 现在争议又多了一个 也就是陈佩琪儿子当时在日本 他却存在儿子的台湾账户 这该怎么作为生活费使用呢 也因此减连没有采信这样的证词 种种的迹象 我觉得按照常理来说 这是完全没有办法说服人的 柯文哲的说法跟陈佩琪的说法一变再变 我觉得是不是心虚呢 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记账法 把钱用得越来越复杂 柯文哲主席其实很少上政论节目 所以大家也在怀疑说 这些通告费是不是木可跟民众之声给的呢 夫妻俩极力撇清 这样的不明金流与金华城案有关系 柯文哲也说不知情 坚决否认犯罪 但随着金流被抽丝剥解 流去哪或许甚至会说话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彭正生的委任律师李月阳 三号晚间绿剑结束 从参守所出来改打健康牌 受访透露彭正生的身体状况 因为他身体比较不舒服 所以就在里面可能比较久了一点 可能这边的环境的关系 所以他可能比较不适应 彭正生在家庭前 曾被上脚聊借壶送医 当时是说因为连续在院间 吃了三甜面包 那离子过滴 应发不适呕吐 加上76岁的高龄 健康因素成为法庭的攻防战术 三号下午彭正生的律师团队 赶在下班前到北院抵抗告书 不只打成病 还学柯文哲出招 说我不懂容积率 哀哄谢泽必安 其实也不让我这其实没有所谓 对 托委谢泽 应该是说其实彭副长 他原本的专业就在此 那他所自的事项 应该也就限于 他原本所自的事项 既然专业在此 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 彭正生是迎接工程系硕士 还是工程科技研究所博士 既担任过新工处长 公务局局长 靠着专业领着工堂 一路当到副市长 带来到了法律工房 却跟柯文哲一样 推说自己不懂容积率 被外界炮轰 台北市当时柯文哲任职的八年 是怎么运作的 如今柯文哲彭正生 一个无保请回 一个遭手牙觐见 文位高权重 但什么都不懂 这招想脱罪 法官买不买单 全民都在见识 都是新闻社会中心台北报道 走出法警室看到媒体镜头 一度伸出手来推 他就是时任柯境办财务长李文宗 被深陷柯文哲假账风波 而这已经是他第二度被约谈 身份也大不同 从证人转成被告 最大转折就是和金华成案 有很大关系 被观看31号凌晨 柯文哲不满交约谈 检方却频频问木可金流 政治现金 就是因为检方质疑 木可公司和金华成案 两者之间有金流交错 再加上检察官 通常都是对所搜集的证据 全盘掌握后决定 侦查或训问顺序 警告单位查出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申报中 其证狗三笔被拾了 尼奥公司指出并没有收取费用 金额达到了916万 另外还有多笔 政治现金授权 是转入了木可公关公司 其证狗四笔不明金流 金额达到了1300万 调查局北基站 二度密讯会计是端木证 锁定不识账目进行对账 检方扩大厘清金流账目 过滤相关卷证 认为时任柯境总财务长 李文宗涉及作假账 但上回他这样说 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报告 我完全不知情 我完全负起这个责任 不仅曾深深鞠躬道歉 强调都不知情 如今证人转列被告 李文宗被以未遗造文书罪 以200万交保 检方从金华城图立案 一路查回木可金流 尤其柯文哲 身陷多起重大弊案 金流肯定更错综复杂 若任何一个环节 交代不清 恐怕都会让自己身陷危机 想轻松脱身 真的不容易 东西新闻 范继文 彭西免 SNG小组在台北报道 检方准备柯文哲 金华城案抗告的同时 针对木可金流再发动约谈 主要就是要查明中间的账目 有没有关联 第一次你约谈 是不是要一起 谁都400万的金流付款 厂长不用这样子 执任柯境总财务长李文宗 没想答只想走 因为身陷的是柯文哲的 假账风波 第二度被约谈 从证人转成被告 因为他让检方把金华城案 跟木可假账案串了起来 柯文哲被约谈的时候 检方承认就是办金华城案 文木可案还有其他弊案 海发新闻稿强调 都是对所搜集的证据 全盘掌握后决定 侦查或训问顺序 暗示已掌握木可 疑似就是省庆金款项 流入柯阵营的重大管道 检六质疑 省庆金是否有透过其他名目 向木可购买周边产品 这笔钱干干净净流入谁手里 为此调查局二度密讯 会计师端木正 锁定不实账目进行对账 发现柯文哲的总统 竞选资金管理问乱 警教单位查出 柯文哲在政治现金申报中 其证者三笔被拾了 尼奥公司指出并没有收取费用 金额达到了916万 另外还有多笔 政治现金授权 是转入了木可公关公司 其证者四笔不明金流 金额达到了1300万 时任科进总财务长李文宗 转位依照文书被告200万交保 这下不能再推说 不知情 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报告 我完全不知情 我完全负起这个责任 检方从金华城图立案 一路查回木可 一笔一笔看似无关的金流 拼凑出弊案真相 等新闻范金文彭新美在台北报道 北检昨天提出了抗告 目前高院还在开庭的过程当中 而今天民众党先出招了 到北院提告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另外针对了今天诸多的疑问 民众党他们怎么回应呢 联系主播张兆和 好 现在柯文哲跟检方的第二站 正在开打 最快高院的裁定下午就会出来 最晚是到晚上 我们可以继续来期待 不过今天早上民众党特别的升级 他们来到北院要来提告 对象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原因是因为钟小平在节目上面讲说 金华城有5亿的公关费 其中3到4亿都在柯文哲的口袋里面 只管民众党说你要出来澄清 但是钟小平不理 这是第一个还要被告的 第二个事情是钟小平也持续的爆料 他说当时柯文哲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里面有个都委会的执行秘书 叫做刘秀玲 因为刘秀玲他不配合 柯文哲把荣居去开放 所以柯文哲一起吃架把他拔掉了 把他丢到冷宫里面去 认为是在报复刘秀玲 正在这两个事情 好 他们今天特别来到北院来提告 因为他们认为说 北姐已经没有公信令 所以跳过检方到达了院方来提告 不过今天大家想要问民众党的重点 在于两个 第一个是不明的千万账户 说明白了吗 第二个事情是 当时柯文哲在当市长的时候 写给彭正生的变迁 这是真的吗 好 针对这些诸多的争议 他们的发言人又有最新的说法 我们先来听 提出我们的刑事自诉 那为什么要提刑事自诉呢 因为在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我们不太相信北姐会秉公处理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周小平先生呢 要把相关的市政跟法官来说明 这些事实到底是不是真的 到底是不是北姐泄露出来的消息 用这种喊价式的方式来诱导视听 一下说七百万 一下说一百七十万 现在又说超过上千万 所以现在这样子是在喊价吗 看谁喊的比较高 那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真实的 我们还是希望呼吁媒体朋友们 要帮我们跟北姐来求证 这个变迁还是要强调 它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 那又是北姐给特定的媒体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这个变迁 如果假设它是真的 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柯主席并没有叫公务员要违法 在推动市政的前提之下 本来就是不违法想办法 不然难道整个台北市政都要 好 你可以听到刚刚发言人的解释当中 针对于金流 针对于这些所谓的变迁 他其实都说不知情 那或许真的是如同柯文哲所讲的一样 柯文哲今天早上被问 他说那开记者会来讲明白 这势必要来讲明白的 那至于现在他们也到北院提起 次数之后就看未来要怎么样去办 但是对于所有的选民 对于外界来说 今天的重点就在于两个 就是金流问题 不明账户问题 以及这个变迁的问题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情 想必柯文哲记者会 势必要开 要给全国人民一个招待了 好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近情况 把时间镜头还给棚内出国 就张独发局公文上 清楚写下建议人应循诉讼程序解决 以免导致外界争执本案 图利精华成争议 大大的图利两个字写在那 柯文哲却依旧在2020年3月10号 盖章写下速审速决 而且网上翻内容也写得清楚 说容几率不得超过560% 这样你柯文哲还能说 不知道有违法疑虑吗 尤其现在周刊还指称 检方查扣了2020年4月的一份变迁 直指柯对精华成容积率 增加过程早就知情 因为他拿出了精华成容积率 与楼地板面积差异比较文件 转交给彭震生 还在变迁上签名写下 图彭富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原则很简单 公务员不坐牢 不坐牢三字两种解释 一是明智会彩虹线 还是要帮威金的忙 二是怎么放宽都可以 不要让公务员坐牢就好 但不管哪种解释 共通点就是柯文哲绝对知情 而我们掌握这变迁减调 甚至比调查小组早一步掌握 现在还装不知道 我觉得他是在土力跟无能之间 选择无能 因为无能在法律上是无罪 柯文哲要一推二五六说 他都不知道 那唯一的一个可能就是 他是闭着眼睛盖公文 可以证明柯文哲知情违法的 就是关键时间轴 卓外妮就说 2020年3月时候的公文 柯文哲签准要速审速决 同一时间还有应小微便当会 七天后 进华城指本陈情书送给柯文哲 过两天就交代都发局要线10天内办完 过不到一个月 柯文哲内签决行 让金华城陈情案进入都委会审议 但明明都发局在警告 监察院有纠正是否不和解 柯文哲还是执意放行 后来的放松 中间到底跟应小微 沈庆金等人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对价关系 金华城上的速审速决 恐怕会成了柯文哲司法上的 尽速判决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